四種語言全用上 為了避免春節出有人潮成了防疫破口 桃園區公所自製防疫宣導短片 而且是有中文、布農語、拉羅語和英語四種語言 主要是要大家把口罩戴起來保持社交距離 每一個觀光集點跟部落的出口 我們會顯掛很明顯的一個標語 希望他們能夠進來原鄉到部落一定要戴口罩 我們一定要加強防疫的工作 不能有一個漏洞或者破洞 所以我們會持續做這樣的宣導 除了影片宣導 區公所也在桃園各部落入口處 懸掛明顯的防疫標語 讓返鄉民眾和遊客能清楚看見 區公所對這個宣傳也是蠻周到的 所以我在沿路看也好幾條紅布條 因為天池已經開放 所以大量的遊客都往我們這邊上去天池那邊 所以我們怕外面進來的遊客們 可以讓人家知道說有這樣的疫情 因為政府做的措施都很好啊 反正現在我們大家都知道在公共場所都要戴口罩啊 面對疫情危險 部落居民希望大家在部落及景點都要確實做好防疫 才能安心過年 原世紀經文打給高雄桃園採訪報導